會把她列為假象的 主要就是因為她長得 還算是略有姿色 那妳如果一直攻擊一個 長相很平庸的女明星 就覺得是在真正的人身攻擊 所以妳一定要攻擊一個 跳一個禁得起攻擊的人 對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老公真的私底下 不只一次跟我講過 林志玲的好話 稱讚他 那先生當下稱讚的時候 為什麼妳不當下就反擊 他最近一次把我惹毛 因為其實我跟他 最近還有喔 而且非常近 上一次我們不是一起參加那個 黃曉明跟Angela Baby的婚禮 家 一起啊... 然後志玲也在嘛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們... 我們不是同桌嗎 對啊 我為什麼講的 沒有 因為他把我惹毛的點是 我們在飛機上就已經是同機了 對... 然後我們下機的時候呢 不是直接就可以走那個通道 下機之後還要再坐那個接駁車 來... 因為我們叫去接駁車那邊嘛 不是有一段路嗎 然後志玲就這樣 我好像小粉絲一樣 好像 我沒有那樣 然後他就以這個姿態這樣 妳說他真的腳往後離地嗎 然後他就超越我跟我老公 我就追過去 對 他就... 妳在追車嗎 追S 沒有 他就完全超越我 然後就先上了接駁車 然後這都算了 所以妳不是追S 妳是自己搶先上車 我不是在跟... 我不是在跟他計較座位的問題 而是他這樣經過我們身邊 他一邊這樣跑之後 上了車 然後我老公就在我耳邊說 妳剛剛有沒有看到志玲跑步的樣子 我說怎麼樣 他說他真的沒有把自己當成巨星 他好像一個小女孩 好親民喔 小女孩 就到那個黃小明的婚禮當晚 他竟然又引起我老公的注意 沒有 沒有 因為黃小明不是就慢慢 在那個伸展台上這樣走出來嗎 對... 然後他一出現的時候 很多明星都跑過去這樣 拍照... 對 靠在伸展台這樣拍照 然後後來我老公就說 Baby 你看...你看林志玲 我說怎麼樣 他說他真的沒有把自己 當成大明星 又怎麼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看 他就在這邊這樣拿著手機 這樣拍別人 我說旁邊也有很多大明星在拍啊 他說如果有些人會覺得 自己是巨星的話 就覺得我不需要拍別的明星 我一去跟妳說 隔壁桌是邱淑貞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說邱淑貞... 然後我也是想想說 他沒有把自己當大明星... 他沒有把自己當大明星 就是我老公一直把他看在眼裡耶 就現場那麼多大明星 妳老公一直看林志玲 就是每一個大明星都在那邊拍 然後他偏偏要說 林志玲完全沒有架子 他就覺得說他是一個巨星 卻一直感覺很親和 我本來已經放下了 好 那今天就不要搖他 來啊 對... 那第一次妳們私下約出來是什麼 這樣子 好像有一次是大S的生日對不對 對 然後順便他的新戲上映 然後我老公就包了戲院 對... 然後我就想說那就邀一些好朋友 然後也邀智玲來 就是試著想要跟他做朋友 然後現場主要是希望幫大S 他一直宣傳他的新戲 有 就那天就很多記者來 就是一直在拍我跟大S什麼的 結果後來林志玲 一出現那個攝影機 就全部這樣轉向他 然後就拍他 然後我想說 就是本來想要... 本來想要跟他做朋友 就殊不知又被他搶掉封... 這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 這是會...對 所以妳希望智玲以後參加這種 要把封頭讓給你們的場子 他就應該是戴口罩會遮起來之類的 因為他那天黃曉明的婚禮 他在機場還是問我說 你晚上會穿什麼 我說就一件全黑的那個長禮服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不然你的是多小多短的禮服 他就說我的是小禮服什麼什麼的 可是去了之後就還是 就是很多焦點在他身上 歡迎 大家好 謝謝 對 妳是排名第二的廣告女王 對 我排名第二 妳怎麼用臉講他排名第二 美鳳姐第三啊 真的啦 誰第一 當然是 第一名的小S 妳第一嗎 反正我們那排好榜喔 廣告量低嗎 廣告量 可是收入比林志玲少耶 收入我是不太在乎啦 所以大家以後不要再說我曝光過度囉 不要說我代言過多 第一名在這邊 第一名是我 第一名是我 這排行榜是我自己設計的 妳知道那個乳腺炎開到是怎麼開嗎 就譬如說妳這個地方發炎 因為都奶都堵住了嘛 它就把這邊化開 然後把那個濃都挖出來 然後把棉花塞進去 然後就讓那個洞開在那邊 對 就等於一個這樣的洞在那邊 然後我聽完這個故事 我當中腿亂想說 一定要把奶擠出來 不擠的話就會發作乳腺炎 對... 那妳有喝過嗎 我有喝 好不好喝 甜甜的 妳要喝嗎 我現在還可以硬擠出來一點 這邊有奶瓶啊 妳們要先來 用一下嗎 CD先擠在這裡 然後我拿去餵它 可是我現在用力擠 只能擠出大概五六地而已 還沒辦法弄到裡面 我們今天別的都不錄了 我們就擠這五六地 因為請妳直接來這邊含住 那可能比較快一點 導演 希望我們不是說 那種華麗的美 希望人家樸素 妳看多漂亮 樸素的感覺 就是 妳講華麗 後面好黑喔 這是太熱性了 這是什麼 現在妳... 現在妳看後面 有古裝的感覺對不對 沒有 因為中分難分 因為很多人用中分臉會胖 妳可以中分 剛才今天有三位大明星專領 歡迎黃柏 智琳還有... 高以翔 大家好 老師好 高以翔是新年 高以翔 可是她最近發展得很好 有慢慢變成大明星 所以高以翔是大明星 她是 她在我心中 黃柏是大明星 沒話說 她的作品非常棒 林志玲我只能說她是夏大個兒 聽說她曾經有小林志玲的封號 有咧 有 我跟妳講 謝謝人家 她會說妳有看過林志玲 吃完飯打嗝嗎 對 妳是不可以的 就比如說 氣啊 她超沒水準的 對 林志玲有很多照片很漂亮 然後就拍得很棒 就那個... 林志玲的照片 哪一張啊 對啊 我都看不到啊 都一直不覺得失敗... 不要轉移戰場 我們會往不過來 我認識的那些三六歲的明星 大部分就是已經是那種 很成熟的樣子 就是可以跟企業家 好好交往的那一種 然後穿起皮膚來都是 因為像林志玲40 就很符合她的樣子啊 對啦 我其實本人很害羞 然後又是跟我的女神林志玲拍戲 對於這次票房 我自己覺得有壓力 OK 我覺得這部電影票房這麼好 妳應該可以退休了吧 好了... 然後明明呢有很多照片 是只有妳跟妳先生的 是 可是妳先生在網路上就放了 就是... 有嗎 有這件事嗎 有這件事啦 沒有這件事 真的 妳又很想要本人罵我一下嗎 我先來了... 幹嘛先進手 妳連在家裡腳 不小心踢到桌子腳 痛都不會罵說 她在家腳踢到桌子 她就說加油 對 對 那歌唱實力有比妳堅強嗎 有比我漂亮嗎 妳們兩個都很漂亮 真的 都好漂亮喔 真的 沒有比妳漂亮 可是她也不願意說妳 沒有說沒有比妳漂亮啊 我沒有說沒有比她... 沒有比小S漂亮 你說一樣漂亮對不對 都很漂亮 可是S不喜歡跟人家一樣漂亮 她很漂亮 她都比林志玲還要漂亮 她可以為妳帶來很大的開心 起碼女兒用得到 很療癒 非常療癒 不用 我女兒已經有這個啦 沒有...這跟那個差很多 這個真的是走療癒系的 妳的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如果使用得到的話 會為妳帶來巨大財富 跟某一位華人街的巨星有關 不會是我吧 目前我帶來這個跟妳有關 曹富現在對我來說很不重要 對啊 可是這個比較重要 可是因為我覺得 妳應該比較有人性 如果宜佩跟妳 妳覺得我選哪一個會開心 妳選我會開心 因為我會跟妳分享那瓶酒 好 那我選妳 因為我愛妳 我至少妳不會對我太差 好可愛喔 兩個臉 妳不要遺憾... 妳選擇我是對的 我真的很厚 我也不會選香蕉耶 妳們知道我的東西比香蕉好很多 真的嗎 看到它就很開心 真的 所以妳要跟滑鼠換嗎 妳想要滑鼠嗎 妳這個很可愛 我不要給妳換 我不要給妳換 好 我可以給妳配換 這兩...價值很高的滑鼠 來 交換 好 那就最後我們來揭曉 妳知道S用這瓶香檳換到的 我的另外一樣飲物是什麼 謝謝 可以變回所有材料 S 恭喜妳就是 林志玲小姐的撲克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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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